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圣经里面的山 如果讲到圣经的山 没理由我们不讲葛葛塔 不过我又很难留到12月圣诞节讲葛葛塔 我们今天尝试在这个时候在各个他山上我们一起游灵萨 我们低头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安静在祢的面前 求祢的灵与我们各人同在 保守 讲的 听的 都能够明白祢的心意 愿祢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祢十字架的爱 再一次激励我们 将以下时间放在祢的手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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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不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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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 我们会欣赏很多美丽的景色 更加开心能够吃到当地的美食 我们多数都喜欢看美丽的东西 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去这个地方 很多人 以前我们在原居地出身的 我们很怕去这些地方 因为我们看得太多鬼片 想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想到一些恐怖的事情 但是你来到加拿大 可能图案又不一样了 加拿大的墓园多数打理得比较很舒服 在山的人又舒服 死出的人又舒服 有些很近住宅的地方 布置得好像一个公园 舉辦 minimization of location 而有一个公园的人有空起来 去繞一弯出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习惯 不过都是好事 因为传道书教我们多去租桑之隔 强于去宴乐之隔 因为去到这些地方是让我们能想到人生的意义 有很多事情想的 你某某人又怎样 可能将来没人知道 上个礼拜去露园的时候 我同时没有一个感触 我爸爸的碑里面用中文 就是我们想起 我们下一代的那些 会不会看 他最厉害都是会看个雍字 但是如果墓地有两个人 多个两个姓翁 那么怎样 所以我们想起来都是写英文的了 在这些地方 我们有很多人生的意义去想 但是今天我们看各个他这些地方 我们主要围绕在约翁福音和马太福音两处的经文去讲 当然我们也会触到一些路加福音的 因为在约翁福音和马太坊里面有提到各个他这些地方 他提到这些地方叫做足楼地 对 那里面呢 原则上来讲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虎牢骨头的山 为什麽呢 因为里面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些行刑的 刑罚的地方 所以很多死场就会带到这里 里面去针十字架 受他的刑罚 所以很多人会带到这里 会带到这里 昔日在这个地方里面 没人愿意去 因为在这个地方里面充满了 失意 刑罚 恐惧 但是这些地方在今天里面 成为一个完全改变的地方 很多人去以色列 特意去找一个地方里面去纪念 去贫调 因为在这些地方里面 不是再是一个死值的地方 是一个生命的地方 这些不是再是失望的地方 而是充满希望盼望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不是再是人生的终结的地方 而是人生里面一个转移一个新的希望的地方 为什麽全部有这样的改变 因为耶稣基督曾经针在这里 帝兄姐妹 不知道你今天 你在面对着什么 可能我们都会面对恐惧 失意 或者我们有我们的担忧 今天我们来到各各他这个地方 让各各他这个地方 扭转我们的方向 让我们不再是从一个死值的角度里面 看我们的人生 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未来的人生 保罗有一个很宝贵的说话 他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地里 在耶稣基督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希望 新的盼望 新的人生 就让我们没有一个来到耶稣的面前 去经历这一个新的人生 今天我们尝试在各个他 各个地方 昔日这个经历里面 我们尝试从不同群组的人 对比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去了解 什么叫真正的人生 无论约翰也好 马太也好 将我们的注意力 一开始的时候 摆在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摆在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的头顶之上 这个牌子 当我们看马太福音 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要摆在这个牌子 因为通常按照当时的规矩里面 这个牌就是将这个人的罪状去写了出来 那么在里面的时候 写了什么呢 他又写了犹太人的王 在里面的时候 写了什么呢 他又写了犹太人的王 所以用了三种不同的语言去写 分别用希伯来文 罗马和希利利文 你会在经文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产生了轰动 因为那些祭司 去跟彼拉多他们讲的时候 不可以摆这个牌子 你应该改 他自己说是犹太人的王 你会看经文的时候 彼拉多我已经写了 先写了 彼拉多不是没有原因 当彼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 彼拉多问耶稣一个问题 这些人说你是犹太人的王 是不是啊 然后耶稣就说 你说的事 彼拉多是找不到其他的罪状 你们charge他就是怎样 所以你摆这个牌子就摆怎样 但是祭司 为什么这么轰动 这个牌子代表了什么 这个牌子代表了什么 这个牌子代表了那群祭司 心里面的价值 哇 试想尽一下 如果有个牌子写着这群祭司 哇 你是犹太人的 这不知多开心 老实说 他对付耶稣 耶稣已经死了 还戒牌子 对不对 反映着这群人很戒怀的 牌子里面背后是带出那些名字 那些虚名 人生里面有很多虚名 人生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一生里面 他追求的都是些些虚名 你试试去看医生 你不要跟医生太熟了 不是 懒熟了 哎 Matthew 我不理你 所以 比如说 for example just for example 如有类同述同口合 你明白吗 哇 医生 doctor 哇 这样就顺利 所以你叫个名字 doctor someone and then the doctor will respond quicker 因为人用很多的时间去追求 这个名字 这个身份 because people want the titl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pent lots of time to seek for and get that time 读多少书啊 someone has been studying very hard to go 捱多少东西啊 and we start really hard 几辛苦啊 因为此名字得来不宜 此名字是代表我的身份和地位 此名字是代表我的身份和地位 and that title will be the same my stage or status or the privilege 我听过 有一个喪禮 I went to Goffindor I went to a funeral before Goffindor 那些人说 哇 那个棺木 棺木外面 哇 好豪华 好像现在那些人坐那些Catallax 坐那些名车 所以在床上 在床上 someone is really kind of amazed by the Cascade the Cascade the soul 我心想啊 我心想啊 and I think i thought 放了下去 哪个库路 Cascade was in the underground so who see it 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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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 又不连着 卖黑 啊 cacade are so no one will come and take it out you're such a nice 但是那些人又可能去追求那些事 however people are seeking for that this is mhm a 生粉 我的身份也好 so whatever your status they want to try to find the status 当你离开 就代表沒有東西 你說不是我什麼王啊 我那個墓經常常去景 有時候拜拜一下才知道都不是那個 全道師說什麼 這些叫做虛空的虛空 一切牢碌在日光之下所得來的 都是虛空與我們有什麼益呢 這些都是沒有意思 原來在這裏的時候 那些祭司追求一些沒有意思的事 爭執藥為一些沒有意思的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裏是爭執或爭執的事 不單止這樣說 你看到耶穌的門徒 阿哥約翰 都算是在耶穌的門徒當中很乖的 但他臨最後出徒媽媽的時候 耶穌你得過降臨的時候 我兩個兒子換人在一邊 搞定 哇 一個左成雙 一個右成雙 多厲害 那些是跟著耶穌貼身的門徒 追求的是什麼 虛名 人生追求這些錯誤的時候 換來的是什麼 換來的 在整個個群體裏面 其他那十個就生氣了 今天我們很容易追求虛名 都追求虛名的過程 可能我們有很多東西忽略了 或者可能在教會的群體裏面 我們追求虛名 虛名的裏面的時候 很容易會令到群體本來很和諧 但會分裂 其實耶穌提了那群門徒 祂說 此事你們中間不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的 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 就必作你們的仆人 所以耶穌說 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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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分裂了 昔日那群祭師 只是看到那小小 寫耶穌是猶太人的王 祂的朱力就是那塊牌 在那裡 他分裂了另一個的信 就是耶穌為何要釘在這個十字架上面 耶穌在十字架裡面 專欠的那種無條件的愛 願意付出那種愛 去分裂了一個這麼美麗的圖畫 如果耶穌是好像他們一樣 追求這些虛名 我猜耶穌會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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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他聽到那些祭師這樣說的時候 如果耶穌是追求這些虛名 耶穌有多大撐氣 我不配嗎 我醫療過你 我教過你 你還想怎樣 我已經做死了 買一陣阻礙你嗎 你明白嗎 耶穌一定要揮回自己的那個態度 你會見到聖經嗎 耶穌沒有了 寶羅就明白 寶羅在菲勒比書這樣說 耶穌本來就有神的形象 耶穌本來就有神的形象 是嗎 耶穌是一個很自然的神 他來到就是擺下 真的是廢什麼 耶穌本來就為了信仿自家 耶穌登 耶穌登 帝兄姊妹,对比哪个名字更好听 犹太人的王 耶稣也不是这样带神给祂,保罗说是神给祂的 保罗看到耶稣的人生,是追求什么?不是我的名,而是在我的身上里,神得着荣耀 Paul understood that Jesus was not seeking for his name, rather than he come to glorify the God of the Father 在十字架上的法牌,反映到一群祭司去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追求,我们看重的是主动或者带动我们的人生 你今天所追求,是不是一些虚明? 还是追求神如何看待你自己? 或者追求你的生命如何彰显神自己的荣耀? 启示鲁第二章里面 他提到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得胜的时候 神给了一块白玉,白石 神给了一块白玉,白石 白石上面写着一个新的名字 然后 on that rock, we have a new name 这块石是神秘的 And on the white The white stone was given by God When a name was also given by God 圣经说,随了 na 领授的以外 无有人认识 代表什麼 可能這個名字代表你的人生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可能代表耶穌那塊石 神給這個名字很寶貴 我們將來每人都有塊石 不是墳墓那塊 我們所有有塊石 上面有塊石 我們所有有塊石 死了你的生命 我們的新名字是寫的 各個他帶我們去看這塊牌 這塊牌帶我們去追求什麼是人生的價值 不是周圍的人怎麼看你 而是上帝怎麼看你 不是透過你這個名字 彰顯你自己 而是透過你的人生 讓上帝得榮 在我們每一個人生 我們的遭遇裡 讓上帝與你一同得成 你有一個新的名字 可能比美玉更加美 讓我們追求神給你的什麼名字 我們看第二個圖像 我們一齊讀第三、二十四節 我們一起讀第三、二十四節 我們一起讀第三、二十四節 若他得著就要應言經常的話說 她們分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佔求 並定果然作了這是 若翰將情景擺在那群兵丁的上面 那群兵丁除了做了他的工作 把耶稣扔下十字架 看有沒有可以納得就納 也有件衣服 拿過來 即是我們不明白 一個囚犯被人打完 衣服還值什麼錢 衣服也不可以去哪裏 衣服也不可以去哪裏 所以我們把衣服切成四 它不值得任何 與其拿那個小小都不知做什麼 不如這樣 一塊過賣 一齊猜 哪個猜師那個猜刑那個要 來吧 一 二 三 不猜就當我要 你明白什麼 你在當中你不明白 為什麼呢 小小小利益都要拿出來 這些就是兵丁的人生 兵丁的人生就是我來到工作 做了工作我有利益 我明白嗎 我明白嗎 做完工作看還有什麼 我要找到便利益 我明白嗎 我明白嗎 做完工作看還有什麼 可以找到便利益 就是追求大、小、應有、額外 各方面期望得到的利益 人生只是看到 用各樣的方法追求的 多、越少、好、越壞的利益 當我們追求這些利益的過程 會不會我們忽略了一些人生更重要的事情 可能昔日那群兵丁 又看不到 就是看到一塊布 而看不到耶穌在十字架打開的手 那種的接納 那種的大案 在耶穌的時代 很多的人去跟隨耶穌 因為耶穌依次去 因為耶穌跟隨他 所以不用做有一食 希望在耶穌身上幫他 其實你發夢也想不到 有人找耶穌找什麼 沒有人能夠幫我分家產 聖經說 不是我講 你看到耶穌 人們甚至於來到耶穌 來看見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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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的心命不在乎 家度豐富 不過很可惜 我很相信 我很相信 昔日那群的人 找耶穌分家產 耶穌不幫他分的時候 已經帶著失望而回 而唱衰他很久 他忽略了耶穌提供他的事 不要被貪心 影響到你人生的價值 你明白嗎 利益 很多人追求 但追求的過程 會不會我們有很多東西會分落 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穌 那群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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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 他看上去 看到的是什麼? 有母親的妹子 有個女爸的妻子 馬尼亞有末大奶馬尼亞 耶穌看到的一個個一個個的關係 耶穌最寂寡的是什麼? 這些關係如何去延續做得最好? 專家說耶穌在十字架說每一句話都是很辛苦 因為他的身體墜了下去 要撐起來才能夠說話 耶穌在臨死前去基瓜的時候去母親 他在十字架說話是關於他的母親 好 耶稣望着破五边的门徒 耶稣可以很大的理由 耶稣是很笨的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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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看着这个门徒 这个是你的母亲 这个是你的乙子 这个是你的乙子 最宝贵的 这个门徒是明白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 最宝贵的事情是 耶稣知道耶稣所看重的是什么 之后 他就带马里亚去他的家族 当他为自己母亲 关系 每一个关系都是宝贵 每一个关系 耶稣都希望继续去延续 每一个关系 耶稣都看是神去安排这些宝贵的关系 耶稣没有看这些关系是他的负担或者一些淡持 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他产息每一个关系 他看重的每一个关系 在工作 在我们家庭 在教会里面 我相信每一件事都不是一个偶然 需要上帝为你而安排 是带给你最宝贵的祝福 有没有珍惜这些关系 或者今天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除了他康宠母亲的关系 他更康宠另一种的关系 经文记住耶稣的感觉 耶稣在身初的时候大声叫 他说 以利以利拉玛撒拜各大离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可以康宠的 是不愿意和神的关系有一刻的分离 鼎姊姊妹 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又是如何 你有没有康宠你和上帝的关系 你是康宠和上帝的关系 或者你只是康宠我可不可以上天堂的关系 我们有没有慷重与上帝有一刻分离的凄凉的关系 每一个关系是神秘 今天我们有机会认识上帝 都是神秘的关系 你有没有珍惜这些一串一串的关系 还是你只是为利益而分略了在群体里的那种宝贵的关系 或者你只是重复太多在群体里的关系 然后忍贵 或忘记这些关系与其他人的关系 最后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留意在马太福音 他将这个情景很仔细地说出来 耶稣在十字架呼叫 他说以来以来拉马撒拜哥带来 圣经的俗者将这个意思翻了出来 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起我 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周围的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的人 这群人听到的是什么 啊 你看啊 他叫以利亚 哎呀 哎呀 原来耶稣叫什么 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来说 他听到 他呼求以利亚来救他 快点 快点 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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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耶稣 不要这么快死 看一眼 以利亚来不来救他 这群人是这样的 这么有趣的 你会留意这群人的脑里面的眼目是穿着什么 他将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在耶稣的身上 耶稣 人人都是这样的 他更是不想死 明白 耶稣说 我的神我的神不是什么来的 以利以利 他马上帮他带来 但是他们都听到 你的呼求以利亚 他们都这样听到 因为他们觉得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生存 人生最大的就是为了生存 不想死 你买在旁边的人想不想死 我们吃这么多食物都是不想死的 人生为了生存 但在当中 生存 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去生存 你會留意 耶穌都可能能生存 但祂知道祂生存為什麽 那群人將自己的價值觀放在耶穌的時候 生存為什麽 生存就是為生存 但是耶穌的生存是為什麽 救贖世人 你見在十字架裏面 除了耶穌 兩邊有兩個強獨 盧家福音裏面都說這些強盜 盧家說這些強盜的時候 第一個強盜 他的反應是什麽 有一個強盜其中一個就是基礎耶穌 他說你不是基督 你可以救自己 最重要就是救我們 這個強盜在反映著 跟其他人的價值觀一樣 人生為什麽? 生存 我都不想死 怎知道自己被人捕到 我也不想死 除了耶穌說你救自己 救我們 你不救自己也救我們 你明白嗎? 想想想 如果耶穌救他 救了他會怎麽? 再過多一會兒 又不知犯一宗什麽大案 又被人捕回 豈不是又是放在那裡? 明白嗎?生存如果不知道 意思 意義 目的 就是人生不斷重複 我們的錯誤 聖經有另一個強盜 聖經講到這個強盜 他的反應不是要耶穌救 他在這十字架裡會觀察這個情境 他會在十字架上面反映著他的人生 我的人生只是為了犯罪 犯罪換來現在的情境 他在十字架上有一個深入的反省 他對著基礁的強盜說 他說 你幾時一樣受罰 還不怕什麽 他在十字架裡會反映到他今天所面對的 是正是自己犯罪的結果 他被改十字架 就是他面對他人生犯罪 他以為這是下席意義 換來的結果 他被改十字架 就是他面對他人生犯罪 他以為這是下席意義 他以為人生犯罪 他以為人生犯罪 這副正式的疑問 他以為人生犯罪 他對耶穌教と她說 他以為人生犯罪 耶稣说 你德国国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他看到人生 人生不是为了生存 人生是让我们用短暂的人生换取一个永恒 人生不是只在这里短短几十年 人生是有永恒 一个人是在这里 耶稣跟这个人说 今天你要和我再乐远去 耶稣的回答某个程度 去告诉这个人 你知道什么的人生 你用你的短暂 最后的人生 你和神有连结 你用你的人生接上永恒蒙恩的角度 十字架上面的耶稣 约翰记载他说最后的一句话 耶稣尘了那粗就说 成了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神了 耶稣说 成了便低下头 耶稣说 成了便低下头 就是钉在十字架里面 所以当他断气的时候 为世人背负的罪的时候 让人忍到永生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是他的使命 他的高作 他完了 他就成了了 他将人忍到永恒里面 这是他的使命 为什么你的人生是为了什么? 你的意义是什么? 你的价值是什么? 你的价值当然了 我们很努力要为生存 但是生存是为了什么? 你生存是为了加折扣 你生存只是为了买好少少的食物 你生存为什么? 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是让我们反省 我们生存 神给你的是什么的托付 当你走完人生路的一刻 我们是不是成了还是玩完? 神交付你的使命 你有没有做完? 你有没有善用你的人生 去张掀神的荣耀? 你有没有善用神给你的财干 你的资源去张掀神的荣耀? 你有没有去尋求神在你人生里面的使命? 保罗明白 所以保罗他将他自己人生最后的时候 他跟提摩泰这样讲 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传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导了那日 要刺给我们 不但要刺给我 也刺给凡爱无他显然的人 人生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给你的使命目标 可能我们只是生存 为重复重复在我们的过范当中 用我们短暂的人分 即赞财宝是永远 让你的生命 成为别人的祝福 带动周围的人 能够认识到永恒的重要 让你的生命 带领周围的人 建立美好的关系 你的生命 能够珍惜 神会给你一个美名 这个美名是神给你 十字架 一个很熟悉的情景 十字架 各各他 是一个很熟悉的画面 但是十字架 各各他 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信息 如果我们今天的早上 来到昔日的各各他 我们能够点视我们自己的人生 在你的人生追求 是明白你 还是追求神 如何替你的价值 你有没有珍惜 周围每一个神安排的关系 你有没有珍惜和上帝的关系 还是你忽悦 让这些关系流走 耶稣成了 每一天我们都会尽到人生的终结 我们都很想在那一天 我们都说成了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说 那一天的东西 但是我们想这个情景的时候 我们要问现在的一个你 你是不是在向神要你走的路里面走 你有没有用神给你的财干 各样的机会去行完神要你走的路程 使人带我们去思想 我们要回到各各他地方 是提醒我们有很多人生意义价值重要的地方 让我们 reflect on Graphary 在这些地方 有很多方法 你需要学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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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